这次我们在亚洲锦队赛以后就去穿加了 对运动员也是有影响 尤其是中场距离的项目 对梁静龙啊 张静龙他们影响很大 他们来不及准备四锦赛 因为亚锦赛比完之后呢 是连着公路和产地 然后紧接着几天以后就去穿加四锦赛了 所以体力上来不及准备 但从那个张静龙的表象来看呢 也是尽了努力 他能够拿到第四锦 但是呢在凯林赛上呢 李慧斯在战术上和方面处理得非常好 他能够那个 以往那个WOG是他的 一直压着他的 所以他这一次呢 针对WOG呢也进行了专门的准备 所以在凯林赛当中呢 他是拿了奖牌 那么从世界的成绩来看 李慧斯的那个项目 我们从500米就可以看到 李慧斯以前500米 在相同的成绩的时候都在前四米 而现在差不多的成绩的时候呢 那就是第九龄了 那就证明世界上 女子的应论员的成绩提高非常的快